你算个什么东西 孩子保护住了 我们的孩子没了 戏码 得做拳了 恰到好处 才能正中妖儿 中将听令 在 连骑兵马 一旦我夺取京城 岂可 发兵侧应 最近有暴风雨 这一次 由我做你的妻子 看我为你杀下这一局 怎么都好 别死 变在险上 不得不发 此时传出他怀孕一诗 我就有机会脱身 你是怎么给长公主下毒的 你不想娶我对吗 这是你神与如的孩子 他们想要看到的 就是我们承认关系 我告诉你 就算你往都打进去 我都要保住他 神与如 不会让他这么做 那就由不得他 接下来 要我这边怎么做 帮他们烧一把火 晚宁嫁到李锦家了 放肆 九月是我的妹妹 我想要她好好的 陛下是什么意思 我希望你能来大昭当驸马 陈王事成之日 便是你我定情之时 表面上风平浪静 其实内力 风起平有 我向你半个时辰 把人给我交出来 私自抓人囚禁又行 命你在家禁闭两天 这种关头我怎么能休息 这种事后 你却应该回去休息 我家这种话 看着你 自己酿的 你看啊 单说这种 哪种最适合泡药酒 那你应该去药铺买 用多年娘子 在我宅中遇洗 通知所有安危 是 快去 我天下 有 我尊贼 你还敢来 小哥 你们怎么样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位叫九月的娘子 跟苏国公的侍卫突然来我宅中 说是要给薛先令治病 结果后来不知道哪里又出现了一批刺客 要刺杀那位娘子 一切都来得很突然 薛先令如何 把她接过来了 苏国公说最近不太安全 先安置在她府上 他们受伤了吗 你呢 还好吗 我没事 只是那位叫九月的娘子 好像伤得很重 我先去看看她 苏国公 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 九月怎么样了 娘子已无性命之忧 线下还昏睡着 休养几日就好了 九月是大昭的公主 大昭使团抵达在即 她是我们与大昭 会蒙的关键人物 所有人都对她虎视眈眈 所以我才要保护她万无一事 原来是 有人不想让大昭和大昭会蒙啊 对 九月 终归是为薛先令治病的时候 才让别人有机会下手 她一日不痊愈 我一日不心安 等她恢复些 我每日过来看望 当真 什么 前世今生 尽兴就好 永远不要因为别人 而委屈求全去做另外一个人 那个别人 也包括我 我一日不心安 九月娘子 薛仙玲恢复得不错 我留下了药方 等再过一段时间 薛仙玲就会痊愈了 这段时间 你一直不肯见我 今日终于有机会跟你说一声 谢谢 不必了 这个情 萧衡已经替你还过了 他日 若有我能帮得上忙的 我定尽全力 你若是真想帮我 那就 珍惜眼前人吧 我送你的铃铛呢 在文静那儿收着呢 那是我给你的东西 你得自己收好啊 娘子家带的东西 我收着干什么 我真是瞎了一眼 怎么就把东西给你了呢 九月 你和哥哥说实话 你是不是 钟情欲速过功 哥哥 你怎么突然这么说 我听闻你之前 将灵铛送给了她 那可是阿母传给你的 叫你留给心上之人 妹妹要是愿意 我这便去和大燕皇帝 提联姻之事 哥哥 哥哥 有些事情强求不来的 他如果真的喜欢我 又怎么可能 会等到你开口呢 好 快点 那打扫干净了 是 夫人 这花瓶小心一点 这可是古董啊 小心一点 真是 你们都抓紧点时间 是 夫人 快点 快点 夫人 这是今晚的宾客名单 好 我走 那是 你怕了吗 放心吧 我不会杀了你的 江相国还在外面呢 我可不想因为伤害相国之女的罪名被抓了 你到底带我去做什么 别急 慢慢来 走近点 仔细瞧瞧 焦 焦 阿承 怎么样 薛昭没死 你很意外吧 我这人做事 一向喜欢留一手 为了防止你们薛家向我复仇 我便将其一直囚禁在这 既然这样了 不妨把话都说开 薛芳妃 你可想救你的弟弟啊 我不认识他 认不认识 一事便知 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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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婷